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何传导来自腰腿的力量 走能不能主动发力 应该怎么样运动 它是怎么相对运动和怎么绝对运动的 这个问题非常多 如果要把它讲得很细 可能一两个小时都讲不完 那么我们简单的来讲一下走部关节 它到底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并不是说打球的时候走部就不能运动 没有说绝对固定的说法 打球的身体上肢下肢都属于一个协调配合相对固定的状态 相对固定指的是我整个动作框架在整个发力的过程当中 它不会突然的闪掉或变化 比如说你拉球的时候你突然的这样去抬走 或者你拉球的动作突然的这样去拉走向后 打球的时候突然的去拉走 这都属于动作结构的改变 太剧烈了 导致动作框架的崩塌 所以走部它起到一个稳定支撑的作用 它和我们的身体是相对固定的 那走部在我们发力的时候 它是要主动进行发力的 不能说走关节不发力 对吧 比如说我们拉球的时候 走部是要向后去进行拉走的 你的手臂才可能向后展开 对吧 比如说我们发球的时候 勾式发球 走也是要向后拉起来 你才能保证你的前臂 大臂向后去进行引拍 包括力旋转发球 走要抬起来 是吧 抬起来 才能够把拍面前臂掉下来 才能往身体内引拍 所以走部它是时刻在进行运动的 而且动作的幅度有大有小 这取决于说我们要使用什么样的技术 我们要去处理什么样的球 比如说以正手攻球为例 经常说的不要去抬走 不要去拉走 其实这个走部在正手攻球的时候 它也是有变化的 对吧 你看高水平的运动员 它并不说完全这样打球 很僵硬一样的 是吧 一个动作上直上直下 它的走关节会很放松 会很放松的 像画圆一样的 向后拉开 然后记球过去再回来 回来的时候可能贴的会比较紧 比如说马龙的正手攻球的动作就是 回来的时候和身体靠的比较拢 再打开出去 还有水不损 正手攻球也是这种动作 那你说它的这个动作就不好看嘛 世界级的运动员 对吧 只说它动作是为了保证我们整个 击球的协调性和稳定性 它这么打球没有什么问题呀 它很放松 因为它在攻球的时候 它不光是撞击 它有时候会带摩擦 所以它的走关节是带动整个 手臂的放松的还原 包括引拍 走关节打开一点 引拍大一点 那么我处理的球的距离可能远一点 那比如说我站的不动 球到这边来了 走关节可能靠的龙一点 那这个时候处理球的距离可能会近一点 我这样也可以打过去 当然 我们在处理不同落点的球的时候 肯定是以动脚为主 不说手这样去变化 但有时候比赛当中很多球 你是来不及去动脚的 比如说我这一把救完了以后还原 有时候来不及了 你看有时候马龙会有这个动作 把球这样拉回去 这是因为你根本来不及动脚了 你只能用非常规的动作 把球这样抹过去 抹过去 所以打乒乓球 我们讲究的是整个动作的协调 也许你有时候在非常规的动作下面 打出了协调的这种击球就可以了 当然我们对于初学者而言 不存在这种极端的状态 因为你一般就是练球 定点或多点的练球 不存在说我要去这样撇 所以对于初学者而言 我们肯定是讲究的固定走关节 比如说学这种攻球的时候 教练会说把走关节固定好 不要乱动 那有的人刚开始学球 走关节就是抬走 喜欢用走关节去抬 然后方瓦 都是因为这个走关节固定不好 所以走关节保持和身体的相对固定 整个动作框架不变就可以了 那么整个机球的平面 前臂走关节大臂 形成的平面 不要进行大幅度的改变 这个平面就倒了 对吧 保证机球的平面稳定 那你整个动作框架 就会比较稳定 好 那讲到走关节会不会参与发力 当然会 这个表现比较明显的就是 当我们发球的时候 包括我们这个钩式发球 很明显走关节在用力 因为走关节是一个支点 它去带动整个手臂的用力 然后手腕抖动 最后传递到触球的这个点上面 包括反手的发球 比如说侧拳发球 也是一样 走关节运动的会比较多 带动手臂用力 而不是手腕自己去勾 对吧 你手腕自己去勾的话 走关节不稳定的话 整个动作就会 整个动作就会闪架 所以走关节其实在很多情况下是 主动的参与发力 并且它是一个支撑点 带动整个手臂的发力 那么用身体和走关节作为一个相对的 这种位置的稳定 你在比如说钩式发球的时候 身体就转动 走关节和身体的相对位置比较固定 那么整个发力的动作就会比较稳定 那当走关节和身体的相对位置能够比较稳定的时候 那么才能够做到什么呢 以腰带手 对吧 这个支点去带动了整个手臂的运动 那你腰转 你整个手臂才能跟着转 如果你这个支点乱晃动 你根本带不起来 这里是闪的 所以你这个支点就稳定了 稳定了这一个支点 整个手臂才能够跟随腰宽的发力 好 今天的视频呢 我们就讲解到这里 今天用一句话来总结 对于初学者而言 保证走关节与身体的相对固定 对于高水平运动员而言 走关节用来保证我们发力的协调性 如果您也有乒乓球方面的技术问题呢 欢迎到乒乓网提问区进行提问